过程是多么的煎熬 一开口就感谢司法伸张正义 因为民进党立委范云指控国民党立委陈雪生 三年前趁着在立院议场朝野攻防时 用肚子顶他 令范云气得提告性骚扰 一审法院判决范云胜诉 陈雪生不服再上诉 现在遭到驳回 确定得赔偿八万元 全数捐给妇女救援基金会 但陈雪生依旧不满 PO出声明强调自己没有性骚扰意图 除了要范云别蹭议题 泼脏水更呛司法已死 只不过国民党性骚扰争议 不止这一桩 X女指控陈姓主任在地方餐会喝酒 要他骑对方的车载他回家 一路上对他贴背摸大腿 另外陈姓主管上班时 用办公电脑看不哑片 没想到拨到一半竟然打分机 叫他进办公室交办任务 让他质疑并不单纯 去年任意经故事 我们绝对是严惩 而且一定办理 但不止国民党 更有一名曾在二零一四年 协助柯文哲打市长选战的女志工 上网控诉 有一次自己妹妹也来帮忙 没想到男志工H竟然说 借借帐的蛮漂亮 可是身材没有像妹妹好 还说不知道怎么选 让他很傻眼 主管承诺选后会转达柯文哲 但外传事后柯文哲却只说 这件事他不想管 让女志工气到直呼柯文哲 没资格对民进党指手画脚 民有姓有事实 我们一定会处理 政坛接连爆发性骚扰风波 当初在第一时间 就把炮口指向绿营 大肆攻击的蓝白阵营 恐怕万万没想到回力标 来得这么快 先去皇城坡 我才会在台北怎么办